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 所以呢 什么教练被停职啊 权力斗争黑幕啊 这都不奇怪 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呀 是 不过呢 队员们敢公开的罢赛来抗议 这个确实非常少见 嗯 所以陈凯就说呢 这说明中共整个体制里边开始失控了 他们可能还会惩罚人 但是呢 下头的人不买那个账了 下面的人不理你了 他们不害怕你这个东西了 是啊 不过这件事情的发生呢 也勾起了人们对昔日拼弹三节的怀念 是 荣国团 傅琪芳 江永宁 这几个名字呢 估计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 应该是很陌生了 是啊 我也只是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不知道他们的故事 呃 那我来说一下哈 好 荣国团呢 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神话 他是中共建政以后呢 第一位世界级的冠军 傅琪芳呢 是国家队的主教练 江永宁呢 是北京队的主教练 而且呢 这三个人都是从香港来的球员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拼弹三节制 乒乓球世界冠军 荣国团的故事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大陆的运动员呢 不是 要不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 他们曾经的辉煌好吗 好啊 那咱们还是从荣国团说起啊 好 荣国团呢 在中国的乒乓事业上呢 可以说是立了大功 他不仅拿到了第一个世界男子单打和团体冠军 而且呢 还帮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拿下了第一个团体冠军 哇 这么厉害啊 是啊 荣国团在1937年8月10号呢 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海员家庭里边 当时他的家境很贫困 一家人呢 日子过得也十分的辛苦 但是呢 他从小就爱打乒乓球 哦 少年时期呢 他独创了直拍技法 成为了街头球王 在13岁那年呢 父亲失业 本来就困难的家境啊 陷入了生存危机 荣国团呢 只好退学到渔航当同工 他要打工哎 就不能再打乒乓球了 当然就没那么随便了 在1952年呢 15岁的荣国团被香港工会联合会桌球队啊 邀请参加乒乓球的表演赛 可是呢 他也因为参加这场比赛 被渔航老板给炒了鱿鱼 哎呦 这代价可不小啊 是 不过呢 也算有事有得 他在17岁那年啊 获得了香港桌球赛的冠军 哇 真的很厉害耶 是 这之后呢 他就以港澳联队的身份 到访北京 而且呢 还打败了当时的中国冠军 王传耀 傅琪芳等名将 他真有一股出身牛 多不怕虎的劲儿 确实是 两年以后呢 19岁的他 初战第23届试桌赛 战胜了日本的新科状元 狄村一智郎 从那以后呢 工联会的人员就安排荣国团 在工会的康乐馆负责图书 而且还陪顾客打球 荣国团的球技呢 也是越来越高潮 哎 那时的香港不是英国管辖吗 他怎么跑去给中国打球了呢 嗯 是这样 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呢 中国大陆的体育项目 得不到西方的支持 而且呢 运动员的成绩也不被认可 所以啊 时任中共题委主任贺龙 就说服了20岁的荣国团 让他到内地发展 就这样呢 荣国团来到了广州 他在广州题委的一次大会上 立下了一个誓言 说三年夺取世界冠军 这话一出 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三年时间啊 这么短 他能做到吗 是啊 当时呢 有不少人跟你一样 对他的誓言啊 表示怀疑 认为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好 也没有参加世界性比赛的经验 就这样呢 荣国团在被质疑中 开启了他的征程 哦 为了让自己能够适应未来的大赛呢 他每天坚持长跑 举重 跳绳 半年以后啊 他变得越来越壮实 球技呢 也有非常大的涨进 充分掌握了抽杀 削吊 拉搓 推挡等技能 而且呢 他还因为技术娴熟 获得了八臂哪吒的美成 他已经是国家队队员了吗 不是 1958年呢 21岁的荣国团 先是被选入广东省的桌球队 参加了当年的全国桌球锦标赛 而且呢 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 这之后呢 他就被选为国家集训队的队员 哦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呢 荣国团是最讲究用脑子打球的 他很擅长 扬长臂短 而且呢 经常琢磨对手的打法 做到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那他后来有什么特别的战机吗 当然很多了 1959年4月呢 荣国团参加了多特蒙德举办的 第25届实锦赛 那场比赛呢 他先是击败了三位欧洲的大将 接着又淘汰了两颗欧亚的明星 分别是星野和别尔切克 太厉害了吧 是 在半决赛里边呢 他遇上了接连挫败中国抢手的麦尔斯 麦尔斯的打法呢 非常的刁钻 所以一开始啊 麦尔斯以2比1领先了荣国团 那荣国团怎么办呢 荣国团呢表现得很淡定 他以大力推挡和多变的搓球 最终呢 让麦尔斯节节败退 嗯 在决赛里边呢 他又遇上了曾经9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 这可是个挑战啊 是啊 当时在场的观众呢 已经为西多准备好庆祝的鲜花了 他们没想到荣国团居然在落后一局的情况下 奇迹般的连班三局 最终呢 荣国团以3比1战胜了西多 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冰棒球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 这可是提前一年兑现了他自己立下的三年夺得世界冠军的誓言 天哪 他简直是个乒乓天才 是 这也是中共见证以后呢 在体坛上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冠军 西多在比赛结束以后呢 对记者说 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得住这么严峻的考验 荣国团的胜利正是了这一点 荣国团可是给中共贴金了 应该没错 当时啊 各种荣誉可以说是蜂拥而至 中共的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 而且呢 毛周也多次的接见荣国团 这还不算 每次外宾来访 荣国团都成了中共的座上宾 这时候呢 21岁的荣国团师也登上了顶峰 这位世界冠军呢 迅速成为中国国内许多年轻人的偶像 而且呢 全国各地的来信堆满了桌球队的传达式 还有不少追求他的少女的求爱信 说起来很有意思 球队呢 还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看信班 这什么正章啊 是啊 当时这场面配置的呢 也是够全面的 不过你还别说 荣国团呢 还真的收获了属于他自己的爱情 真的啊 是啊 那时候呢 荣国团认识了一位田径运动员 叫黄秀珍 嗯哼 他们俩老家呢 都是广东人 而且呢 当时荣国团要代表香港回广州 台场表演赛 当时黄秀珍呢 在队友的鼓动下 还和他们一起呢 去追星 观看荣国团的比赛 比赛以后呢 他们相对握手 就是这一面之缘 荣国团呢 对黄秀珍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是吗 是 后来呢 他们又一次在舞会上邂逅 荣国团呢 静止走到黄秀珍的面前 说 你怎么也到这来了 后来黄秀珍说呀 一看到他走过来 心里边就砰砰直跳 看来黄秀珍也喜欢荣国团啊 是 昨年五月呢 罗马尼亚的田径队来华访问 黄秀珍的田径队呢 和荣国团的乒乓球队 同时到了天津 这俩人再次相遇 他们俩挺有缘分的 真是 荣国团呢 通过黄秀珍的教练呀 递了一张小纸条 邀请黄秀珍晚上呢 一起参加比赛后的晚会 可是不巧的是 比赛结束以后呢 这个晚会被取消了 那怎么办啊 你听着呀 荣国团呢 不想失去机会 于是呢 干脆直接跑到那找黄秀珍 当面说 晚会取消了 咱们也不用去了 咱们一起上街逛一下吧 就这样呢 他们经过这三面之缘 就开始正式确定恋爱关系了 随后不久呢 在北京的幸福大街 这两位年轻人 可以说是喜结连礼 后来呢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荣国团有了幸福的家庭了 她可以大展身手 继续她的乒乓事业了 是 1961年呢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北京举行 当时呢 荣国团首次为中国队 夺得男子团体冠军 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呢 由于技术曝光和革新等因素啊 荣国团的地位呢 被庄泽洞取代了 这样呢 荣国团就改认为 乒乓球女队的教练 那时候呢 正处在60年代 中国乒乓球队的实力啊 比不上日本 荣国团担任了女队的教练以后呢 他针对日本队的状况 制定了以柔克刚 出其至胜的这么一个规划 1964年呢 中国女队在南斯拉夫 卢布尔亚纳 打翻身仗的前一天呢 足智多谋的荣国团 画了一条龙 他以梁立真 李贺南的名字 横贯龙身 用林慧卿正敏之的名字 充当龙的眼睛 他为什么要画龙呢 是这样 荣国团呢 通过这幅画 表达了他的战术思想 他说 先以直拍 一路攻克欧洲各队 再由另外两块横拍呢 在最后决赛里边 击败日本队 嗯 他的这一节奏啊 不仅鼓舞了 当时中国女队的队员 而且呢 中国女队 也真的按照这个战术 成功的克敌制胜 这也是荣国团 首次带领中国女队 夺得世锦赛的团体冠军 荣国团是个难得的体育天才 不管他做运动员还是教练 都能展现他的天资聪慧 可是为什么 这样一个天之骄子 最后自行了断了自己的生命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任务百家 拼盘三节之 乒乓球世界冠军 荣国团的故事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在下期的节目时间里 我们将继续跟您分享 荣国团的故事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